還帶煩惱購買二手車的問題嗎? 是不是擔心車礦與賣家描述不符合 又或是擔心賣家引力車礦呢? 花了大量的時間尋找 卻還是找不到適合自己的二手車嗎? 那不妨來試試看DVM吧 DVM是一個去中心化二手車交易平台 DVM是用以太坊區塊鏈和其智能合約 開發出一個共使用者能夠查詢 與販賣二手車的去中心化平台 DVM透過與各大廠商合作 來完成一系列的流程 例如汽車保養廠、修理廠、保險公司、監理機關 來將車礦輸入到區塊鏈 DVM同時也使用新技檔案系統IPFS來儲存檔案 例如維修照片、汽車照片等 IPFS可以當作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儲存系統 DVM的核心是由以下四種智能合約所構成 首先,在DVM平台上 只有認證過的廠商能夠幫助使用者 將汽車資料上傳至區塊鏈 廠商與平台透過該合約來完成認證動作 接著,認證廠商以汽車的引擎號碼 VIN作為輸入依據 將汽車的車況進行輸入並上傳 而賣家可以透過輸入VIN 來取得汽車資料並進行販售 最後,消費者與賣家可以透過訂單合約來完成賣賣 現在就讓我來帶您參觀DVM平台吧 DVM平台上的資料和圖片 都是由區塊鏈和IPFS中取出 藉此達到完全去中心化 在首頁的部分 消費者能夠利用畫面中的搜尋功能 來搜尋符合特定條件的二手車 而在二手車頁面 可以看到其他賣家上傳的二手車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利用左側的搜尋欄 來篩選符合特定條件的二手車 現在,我們點擊查看詳細 即可查看該部二手車的歷史資料 右側為該部二手車的基本資料 而左側的部分則是歷史紀錄 像是事故紀錄與維修紀錄等 點擊詳細資料後 可查看該次紀錄的照片和其他資料 在最下方 可查看該部二手車的事故與維修保養次數 而最後呢 我們可以點擊區塊資料 來查看該資料是否真實存在於區塊鏈 現在我們進入到後台 在後台中,可以使用特定功能 左側選單為後台的所有功能 我們先查看較為重要之功能 歷史紀錄,可以查看所有在平台上超多的紀錄 點擊後,也可進一步查看詳細資料 電子合約與解密合約 則是廠商與平台合作的功能 電子合約這部分會存放至IPFS 並利用AES和非對稱加密 將檔案進行保護 另外,賣家可以使用販賣二手車功能 將二手車上傳至平台販售 只有在平台上登記過的二手車能經濟販售 汽車資料登記、維修保養、車禍與法單登記 則是認證過了廠商能使用的功能 每個角色對應的功能都不同 DVM也提供Livebot查詢和訂閱服務 現在就來使用DVM享受您的區域中心化教育之旅吧 DVM